这是昨晚上弄回来的粉条 现在拿上去上 放入肥子 分着肥子 然后摆 哇塞 我都摆完了 好重乖 这个是昨天弄回来的 因为昨天回来的时候太晚了 没有晒 竹竿上也可以晒竹竿上 竹竿上可以晒竹竿上 我们这个线拉的有点稀 应该拉密点 这个粉条虽然说是我们自己去做的 但是做工还是有点粥糙 我们这个又是机器生产的 机器生产都是批量批量的 都是一样的 这手工的就是这样的 这个红薯 还是有那个红薯 这个红薯 还是有那个红薯 蜻蜓的那种味道 生生的那种感觉 那个接口就是粘在一起的 不能让它粘在一起 这接口都要有一点了 你说那些人怎么 红薯粉 它怎么弄得那么平呢 怎么做到的 好奇怪 我觉得 好奇怪 要不要这样子走路了 我的天呀 好了 先放在这里 晚上再来收 它这个都开始敲起来了 慢慢的变干了 我们这个做的太矮了是吧 哎呀我觉得这样子点的不好 收吗 怎么收呀 拿个东西来装 盖子都行 盖子 嗯 请问一下 你有那么大个东西来盖吗 有啊有脚趾 可以收了 我们要拿这个来盖 今天不好收的 收起来的话等一下又太乱了 还不是要打开 这样子银皮露的来吧 嗯 就怕吹风啊 没吹风啊 没吹风 拿个线来一下 缝一下 嗯 嗯 好 嗯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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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香肠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有鱼的话连粉条都要酸 好